时尚总是与年轻人分不开 华铁卢大学的学生们用自己的力量 为时尚与爱心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 举办了一场多种艺术形式的时尚秀 并为世界儿童救助计划 筹集了近万元的善款 华丽的舞台绚丽闪烁的灯光 动感十足的音乐 时尚多彩的服饰 加上青春活泼的表演 俨然是一场时装发布会 有数十分流程中的舞台组 所以,所以这一场项是这场舞台组 的不同的工作室 老新鲁和水旭的舞台组 而这场主庭的舞台 华铁卢大学的加拿大亚洲学生联合会 努力支持海外的儿童学校建设和教育事业 他们用时尚演出的形式募集善款 从组织者到表演者都是华铁卢的学生 你呢, instead of just studying all the time and just being at the library this is a different way to get involved and just, you know, have fun outside of schoolwork and everybody, of course, meeting new people just coming out and learning new things this is wonderful 在儿童项目上每一个参与者做出贡献 珍惜每一分钱 帮助世界各地的青少年 整场演出预计将筹集尽万元的善款 反正我们这整个team就是放了很多心血在这里面 然后看它这么success我们都很高兴 就是所有赚的钱都捐给就是free the children 就是给什么孤儿啦 还有就是说非洲的一些贫穷国家 然后给他们建学校之类的东西 对 现场的观众们在享受时尚盛宴的同时 也为各地青少年贡献了自己的爱心 观看完演出后 他们对同龄人的精彩表演给予了赞泰 觉得很不错啊 觉得他们的服装都很漂亮 很棒啊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 对啊 印象最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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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很多不同的舞蹈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非常精彩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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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谢谢大家